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明镜火拍六度头条 那么今天呢还是这样 我们先来谈几个话题 接下来呢就是和平先生的 今天是十日谈第几了 十日谈第七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 有继续会追踪金正恩 他到底去哪了 到底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 另外呢就是美国方面 欧盟方面 还有英国方面 以当前这个卫生事件为一个起点吧 然后呢都有这个针对中国关系 还有对这个健康组织的这个关系 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包括呢一些预后的这种期望和意图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以及呢在这一次卫生事件当中呢 表现相当出色的默克尔 那么有一篇文章呢 对默克尔整体呢做了一个分析 那我们也会介绍一下 接下来呢马俊先生会跟我们继续的从这个新闻早已经谈过 然后继续的再和我们谈一谈这个铜锣湾书店 在台湾重开 以及其中呢有一些不同的有一些见解 包括呢这个作为书店来讲 那么他是一个文化人的精神支柱 马俊先生您要不要先为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话题 就是今天的整体的节目介绍吗 就是时日谈的吗 时日谈还有 好 今天我们其实早晨呢 我今天刚才就像我们韩桂女士所讲的 已经铜锣湾书店呢有所讲述 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新闻值得再次报一报的原因 有几个新点 那么第一呢就是铜锣湾书店的书呢 一开门之后呢可以说卖了个金光啊 什么都没有 大家其实并不是要买去这个书呢要做什么 大家就觉得呢这是一种支持 这是一种对民主自由和文化 或者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表达和一个表态 所以呢现在的这位灵性的这位店主呢 现在已经是又一次觉得呢 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呢是多么的有价值 那么他也接受了很多人的访问和访谈呢 就此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那么除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当然刚才就如韩桂女士所讲 我们要讲一讲金正恩的故事 那么到底是怎么了 各式各样的沸沸扬扬的各种言论呢是越来越多 而区域呢是媒体呢关注度越来越多 但是政治人物呢对此事的这个认知呢 好像都越来越偏这个理性化 认为呢金正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事情 也没有发现这个军事人员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任何的大的动作也没有出现 那么还有就是呢美国的前驻联合国的大使啊 那么我们知道那位印度裔的那位女性大使 那么从他辞职之后呢有很多人说呢 他在准备着呢去下一任的川普政府的部门内呢 要做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岗位或者职位 有可能出任国务卿或者有可能出任更重要的一些职位等等 那么现在呢因为川普总统呢似乎要在下一届的这个竞选会上当中的班底呢 也已经基本确定他的副手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彭斯 那么向这位女士想更进一步的话 那么相信只有副总统这个职位 不过呢现在恐怕可能性不大 那么为此呢他在这两天呢也是不断的出现在了媒体的视角当中 我们在美国呢可以看到每天关于这位女士的一些新的一些镜头 不过今天呢他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和中国有关啊 他就说呢要挺台入世卫啊要查一查中国 那么美国呢也是欧盟呢也有最近呢收到了来自于中国的很多的压力 那么淡化了批评中国造假 以及在舆论方面的这种啊所谓的这种阴谋论的渲染等等 那么还有呢我们会再讲一讲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昨天也提到了关于女性在一次疫情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特别是女性的领导人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或者指标性的人物呢 我们都会把眼睛转向默克尔 这一次呢其实世界呢也都望向了默克尔 默克尔为何做的是如此之好呢 有人说在面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 有知识有底色有文化有情怀和敏感 细致认真呢是这次应对的好的国家当中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做的 而这些特质呢往往就集中在必须要有文化 要有这个科学背景知识 像默克尔还有像我们知道的其他的几位女性的领导人呢 在表现的都部署 包括台湾的蔡英文 这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科学知识的一个背景 他们理解和明白 那么就算有专家给他们去做顾问的时候 他们也明白专家在说什么 他们明白这个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们所推出来的政策和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呢 更科学更理性并且呢更加有效 那么说到今日的十日谈之期呢 我们和平先生呢今天发给我的标题呢是这样的 说习近平的女人书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其实要和铜锣湾书店要绑在一起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引发的跨境的大抓捕 当时呢松立冲曾经在坊间流传的是松立冲 获得的是来自于彭办之命 而不是习办 习办呢是习近平的办公室 彭办是谁呢 其实就是彭丽媛的办公室之命 也就是彭丽媛要查一查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这些女人 那么这个呢就更有趣一些 这个角度呢和切入点呢也是更加的有趣 是我这彭丽媛也在怀疑习近平呢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接下来呢会讲到习近平劝架 劝了谁的架呢 原来他在前几年呢曾经在傅政华与鲁尾之间 就网络的控制权方面呢 来进行了一个调节 但是呢也没有调节成功 最后呢余文得利的呢也非是习近平 反倒是谁呢是孟建柱得利了 这到底是如何的呢 还有最后可能会讲到红黄兰的孟叔叔 和上海滩友的一位孟大姐 那么点点今天事呢也会点醒孟中仁 那么红黄兰幼儿园的事呢 大家都知道是要大致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会点透啊 当时所谣传的到底这个孟建柱的孩子 是不是什么红黄兰的控制者呢 今天呢可能会和平先生呢会有一些猛料啊 来报一报 那么好吧 我们今天这就是我们大致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好要预告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推流的过程当中啊 在第一阶段 如果发现了这个YouTube的停止了我们的推流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重启另外一个新的视频啊 新的一个节目呢 跟观众们在讨论第二个话题 随时随地呢 希望观众们能够关注我们和与我们一起做节目 好的 那么就先我们就开始金正恩的话题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这个金正恩的下落 那么只要他还没有下落 人们的猜测就不会停止的 那么还是再来简单回顾一下吧 那么他是在4月11号是最后一次露面之后呢 4月12号以后呢 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在露面 而其中呢也包括呢几次重要活动 特别就包括这个金日成生日 这个太阳节4月15号 金正恩都没有出现 那么首先来爆出这个消息 就是说怀疑 或者说不叫怀疑吧 叫做披露 他接受这个心血管手术正在复原的呢 是一个脱北者经营的 总部呢位于首尔的 这么一个美日北韩这么一个媒体 那么接下来呢是CNN来披露说呢 他术后病危 但是呢这些消息呢都没有经过证实的啊 那么美国方面呢 川普总统呢是曾经说过 CNN是在报假消息 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否认金正恩病危 那韩媒呢就报道说呢 说金正恩呢去原山别墅的这个客戈 来躲避当前这个传染病 那么韩媒呢近日呢也是朝媒啊朝媒 朝媒近日呢也是报道 这个金正恩呢 最近呢在发一些什么贺便啊 或者是发一些感谢信啊 包括一些寿宴啊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都没有露面 那么好 那么之前呢已经有过传言说 中国派去了医疗队 但是呢也是这种各方面的消息嘛都有 所以呢都是未经这个证实 也没有从这个严肃的媒体出来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呢 比如说法广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呢 都有有进一步的报道出来 那么报道呢也是引述了 比如说路透社啊这样子的这个通讯社 出来的消息 而且呢出来的消息呢还是有不同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那么路透社呢今天就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披露 说中国已经派遣一个包括医学专家在内的代表团前往平壤 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有日媒呢是经报金正恩手术后已成植物人 那我们继续来看咱们依据这个法广这边的报道 那么路透社呢就说说由中国官员和医师所组成的代表团呢 前往朝鲜的这个时间点啊 就恰恰是媒体呢对于金正恩健康状况呢 出现了各种揣测的这个时候 那么据两名消息人士呢就透露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一名高级官员 率领的代表团在23号离开北京前往平壤 那么这个部门呢是北京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机构 那不过呢路透社在24号晚上呢没有能联系上这个中联部呢发表评论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也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呢提出的这个 请他们来给予一个评论的这么一个要求 那首尔的情报圈呢就说什么呢 说金正恩还活着近期应该会露面 那么今天呢就是在中央社发自首尔与北京的这个报道 就说啊南韩政府官员和一名中共官员呢 对于随后关于金正恩手术后病危的这个报道呢提出了质疑 首尔当局呢就表示说说他们没有侦测到在北韩内部出现任何的 异常活动的这样的迹象 那么南韩有一名消息人士呢就在24号也是告诉路透社说 说他们的情报呢显示出金正恩还活着 而且呢有可能就在近期就会露面了 那么这名消息人士呢就表示说说他对金正恩的现状 或者中国的参与呢没有任何的评论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名啊熟悉美国情报的这个官员就说呢 说金正恩有健康问题 那么过去呢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呢并没有理由呢因为这个知道的事情就认为他病重 或者呢并没有理由呢认为他没有公开露面就是因为他病重 那么这是韩媒的这么一个分析 那么日媒呢就比较是惊爆了啊 金正恩已经成为植物人 那这也是中央社呢报道就说日本的这个现代周刊啊 有一篇特约编辑进腾大界的文章就惊爆了金正恩在手术后已经成为植物人 那么进腾呢他就说呢说消息来源告诉他 金正恩在一次实地考察中呢是突然摔倒 那么医疗人员呢就为金正恩治疗的同时呢也是紧急请求中国立即派医疗队来支持 那么中方呢由中国医学院科学院府外医院和解放军301诊所的这个医生呢就组成了一个近50人的这么一个医疗团队 那么携带着装备呢就赶往了平壤 但是呢眼看无法等到中国医疗小组到呢朝鲜的这个医生呢就必须呢要马上紧急对他实施手术 就是心脏支架手术 但是呢通常这个手术呢应该是在一分钟之内完成这个支架插入 结果呢他们是花了八分钟 结果就使得金正恩成了植物人 那么中方医师赶到以后呢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么这个日媒惊爆的这个消息呢还是很有细节的 那么朝鲜媒体呢之前我们说过就是在前面刚刚说过啊 在4月20号以后呢是一直在报道金正恩有这个发电文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人们呢也注意到朝鲜媒体呢在报道这个建军八十八周年 那么就说朝鲜媒体主要的版面今天聚焦了建军八十八周年 那么朝鲜的劳动新闻呢在一篇社论中的强调 领导人金正恩呼吁扩充军力 力促这个进一步强化全军对他领导的这种拥戴 但是金正恩呢仍然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那么金正恩呢是持续神隐 使得他接受心血管手术后又病危的这个传闻呢 那么就更是喧嚣层上 那么众所周知朝鲜媒体呢是把从不仅仅从金正恩啦 从前代的这个领导人呢最高领导人呢 一直都是视为这种太阳啊太阳神一般的这样的人物啊 那么很少呢会提及他们的健康情况 那么所以呢外界对这个事情的猜测呢 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我们也介绍过就是比如说 我们不说前面2014年那一次 仅仅说就是2020年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他第三次身影超过十天 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了 那么无论金正恩是否病危呢 要是平壤呢出现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呢 朝鲜半岛是不是会难免出现一轮新的紧张 那么我们还能够记得当时这个金正恩日去世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震惊全球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很多国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切 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动向动态 那么我们也看看马居先生 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您的观点 如果金正恩真的是现在是如那个前面那位日本的学者爆料 是因为好像是手术啊失败了变成植物人 那我只能说哎呀我要说这个词 我说他活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放狗咬人你知道吗 谁让你老放狗咬人 那现在吓得别人医生做手术手都抖 那最后自食其果了吧 所以说只能 我也不说祝福他好运吧 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么我想问您一个事情 您觉得如果金正恩真的出事了的话 你觉得这个朝鲜是否会有真正的变局呢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估计肯定会有大的变化吧 但是我对这个没有什么研究也没什么思考 所以很难下判断 好 但是我觉得就我关键是觉得这人好像听说生活习惯不太好 那另外一方面又是独裁的话 他身边也没人敢劝他少吃点冰激凌什么 比如说这种事情 你看也是那种属于最后自己把自己走上绝路 所以说我觉得 看他那个样子不像是能够长寿的 所以说这次如果过去了 以后还是会时刻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估计中美应该都会有这方面的情报 不可能我们觉得他活不长 中美这么大的政府不为这个事情做一个准备 我估计肯定是会有准备 好的 谢谢我们37号网友 我们看我们的新歌 有在居住新歌年情 那个我刚听了一下 大概听了一下 反正这段时间就这几天嘛 对这个金正恩的这个传闻特别多 中国大陆有一个叫秦峰的吧 是是是凤凰卫视的一个什么人 背景可能是 国内一个什么高官的这个 这个儿媳妇还是什么 他也有发布微博也写了几个 当然他没有那么直接的点 是这个金正恩死 但是你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微博的跟踪量也非常大 但是这昨天他就把所有的微博给删除了 但是昨天好像在中国大陆的信息里边 传出金正恩是到了 德国的某个地方去访问了 而且是央是央广传媒 发的这么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现在扑索迷离啊 这个但是从其他的看 他也确实十几天没出现 尤其是在太阳节也没有出现 这个这个这也是挺让大家怀疑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但是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金正恩如果是驾崩了 对朝鲜的政局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因为在朝鲜也不存在着反对党 也金家在朝鲜的控制能力 我相信就是金正恩这几年来还是做的比较厉害的 那个他他连他辜负都给都给都给杀了的这样的人 我们说他身边还有其他的反对的人 我相信还是很难 所以即便是他驾崩了 对朝鲜来说 如果没有外力的这个干预下 朝鲜可能还是依旧如故 这个据说这个金正恩他爹驾崩的时候 其实也是突然驾崩的 所以这个指望金三胖死了 会不会换出其他的 不会的 三胖完了有四胖 四胖以后会有谁就不知道了 谢谢 好的谢谢新歌 李俊先生 我给您解开话筒 李俊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 谢谢韩桂女士听见吗 听得见 您讲声音非常好 好的好的 接着刚才新歌说的话 那个我个人觉得 这个金正恩如果出现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意外 这个朝鲜就是我们当然说这个就是北韩吧 他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社会或者政治动荡或变局 我觉得取决于我觉得取决于他们背后的就是中国和美国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里边对北韩而言 我一直有一个可能比较开脑洞的设想 如果北韩中国希望北韩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局 这可能是能够让习近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改善跟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好契机 如果利用这个机会 习近平能够主导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会成为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投名状 而且如果能够达成这个无核化 并且由中国来推动朝鲜半岛的这种和平统一的话 中国还可以掌握朝鲜半岛的一些未来的走向跟经济社会重建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设想 当然这是一个开脑洞的事情 汉大可能不是真的 可能是可以认为是半开玩笑的话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李俊先生 说是开脑洞也是严肃的话题 但是被李俊先生这样一说 那就变得非常的不仅是开脑洞 而且非常生动 那我们现在听听老生常谈的意见 老生常谈您请讲 你好 其实说三胖假设都是假设 假设加崩的话 对中国是中性 就是它的中性不好不坏 对世界包括美国西方主要是西方 那肯定是利好 毫无疑问的 因为再坏 之后的局势再坏 也不会比江胖 不是 比那个三胖在上面 这个情况坏 三胖这么独裁 这么 这么凶 这么残暴的一个 一个包局 刚才大家都说过 杀的姑父杀的表哥 那之后他到底局势会不会动荡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谁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可能 现在比他在位的时候要打 所以说对世界是利好 你参考一下老毛 下崩的时候 之后中国的政局的一个变革 变动 那是相当大的一个 惊天动地的一个变革 那朝鲜 会不会发生呢 那肯定比三胖交代 设立好接班人之后 这种局面呢 要好得多 我以为现在他没有预料到嘛 是突发事件 如果说架风来讲的话 那朝鲜的整个的政局的 充满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最终 只要充满变数 就 比方是利好 因为他不可能再坏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老生长谈先生 看看 目前没有网友举手 但是呢 我看到聊天室里面 有网友呢 在发表观点 那么有没有哪位 希望把您的观点 不仅是写出来 而且说出来呢 没有呗 那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对这个 就像刚才我在播报之前 说的嘛 就是 只要是金正恩不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呢 就会一直下去 当然了 金正恩出来的话呢 朝鲜半岛也还是会成为我们 不断来讨论的一个题目 那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就是 跟中国有关的几件事情 一个呢 一个呢是